Hello,大家好,我是瓜牛哥 这里是实施战争魔力气 奥特曼VS孙空 好的,那么这一期视频 依然是我们的巨棒孙空 但是数量急剧下降 之前是2000名,太强了 无人能敌 那么这一次它的数量直接 下降到了500名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挑战方式 战斗力标杆 单测试实力必须要用我们的战斗力标杆 一万名一叉龙眼雷的王 都在山那边去了,会们 非常多啊 大家觉得这一期谁能获胜呢 觉得松空能获胜的 评论区预测大一百一 觉得我们站这里不要干一万名 一叉龙眼雷的王能获胜的 评论区预测大拨二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战 周理 哇,这一开始 一叉龙眼雷的王就不停的躺呀 感觉有点悬呢 龙眼雷的王都已经瞬间消失了 我怎么感觉 孙悟空都没什么损失呀 朋友们 哇,这巨型金箍棒伤害太高了 朋友们 难道真的只有一拳超能能打赢巨帮孙悟空吗 哇,500名都多了 朋友们,500名都多了 500名都多了 我感觉巨型金箍棒送空出场在只能一百名 朋友们 哇 一叉龙眼雷的王被包围了 朋友们 还有这么多巨型 哇,直接狂轮 一点反击之力都没有 朋友们 还去哪里 哇,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 主要是巨型金箍棒送空 他移动速度还快 朋友们 他不只是打得远 伤害高 他移动速度还快 来,跟着我们巨型金箍棒送空的视角 你看棒子还没到 这些 一叉龙眼雷的王都躺了 太恐怖了 这实力太恐怖了 朋友们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还是我们的巨型金箍棒送空 取得最后是李李猜对了吗 此时光的各位 关了个视频多多点赞 那么下一期的挑战方又是谁呢 巨型金箍棒送空的数量再次下降 下一期 好的 拜拜